好的,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808的脱毛衣的操作视频 首先我们收到仪器之后,一定要记得加水 然后水的话最好是蒸馏水 去城市那个蒸馏水的话是纯度比较高一点 这个是加水孔,就是连接漏斗,然后加水 加完水之后,就是加水的时候要把这个溢水孔给打开 溢水孔是要打开的,加水的时候 然后当水加满的时候,它会从溢水孔溢出来 然后这个溢水孔加满水之后把它关掉 这个是排水孔 排水孔的话一般我们建议是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月换一次水 但新机器的话建议是半个月换一次水,前三个月 然后注水孔的话,加完水之后就不用把它密封回来 加完水之后呢,我们这里是仪器的挂架 然后就是安装好螺丝 然后挂架装完之后,我们来煎,装手柄 对好孔位 然后这里是锁扣 然后这里是锁扣 手柄插完,插好之后是这样子的,就是完全密封的状态 好的,煎好手柄之后,我们把手柄挂在挂架上 然后这个是钥匙,插好钥匙 插好钥匙之后,往右拧,以去自动开机 然后这个,我们操作之前一定要把这个集停也是往右边拧 把它拧上来 因为这个功能是集停,所以的话如果说当客户感到不适合怎么样的话 它可以直接按这个按钮,离去关机 好 现在是进入界面 首先这个是我们有六种皮肤的选择 肤色的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这个是肤色,这个是肤色白一点的 肤色再白,稍微白一点 这个是比较缓皮肤,适合我们这边多一点 这是黑皮肤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建议的能量是它机器上面的能量 然后我们再根据客户的一个适应程度去调节 这个是加减,然后这个是麦宽跟它的频率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它变化的话,这边也是跟着变化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能量 这个是毛发的粗细程度,这个是毛发比较粗的 然后这个是细的 制冷的话我们一般设置为三个 但是开完机器的话一定要把制冷放上 然后这个是水温,这个是室温,这个是水流量 正常的话是5.1左右 好,我们现在选择一般正常这个 或者第二个或第三个就是我们亚洲人的皮肤的话 然后这个是它的麦框还有频率 就开始我们选择这个,然后按启动 这个是毛发比较细的 然后毛发粗的话,待机之后再选择毛发比较粗的 就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去选择 好,起吧 在操作客户之前,首先要把客户的皮肤清洁 然后毛发刮到就是剩下两公分左右 这样子,然后涂上凝胶 凝胶的话涂到大概一个硬币厚的一个厚度 涂均匀,然后选择我们的功能还有能量 然后启动仪器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疗程 好,我们这个是根据您这边客户的需求去调节 然后仪器的介绍这样子 然后视频的大概操作的话 晚点再接上 然后这个是这样子大概情况 操作完之后手柄一定要用温水去清洗 好的,谢谢 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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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